最温和的人 尼拓生 读经 《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出埃及记二章十节 孩子见长 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 就做了他的儿子 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 意思说 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四章二十四节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 耶和华遇见他 想要杀他 我们现在是注意神的智慧 和人的智慧是什么 我们不只要看见在人的生活上 神是如何审判 拒绝人的智慧 也要看见在工作上 我们如何才能得神的喜悦 我们先请注意一件事 就是肉体中抵挡神的 有三件最大的事 这三件肉体的事 在我们工作上 必须先对付过 若是你未把这三件事对付过 你永远不要想为神做美好的功 这三件事 第一是肉体的智慧 第二是肉体的能力 第三是肉体的夸耀 如果这三件事没有除去 你就不能做好的功 肉体的智慧 能力和夸耀 与神的工作发生最大相反的关系 我深知 这三件肉体的事 是败坏神的工作的 这三件事的次序是这样 一 智慧 二 能力 三 夸耀 这是他天然的次序 他们彼此有极密切的关系 神做工的方法是 先对付人 摩西是神所拣选的第一个仆人 神最先拣选来侍奉他的人 就是摩西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虽然比摩西还早 但是 他们不是神的仆人 神不过和他们立过约 保罗在新约时代 如何是神所拣选的第一个仆人 摩西在旧约时代 也如何是神所拣选的第一个仆人 神如何对付摩西 摩西如何能得神的喜悦呢 神为对付以色列百姓之先 他必须先对付摩西 他为对付法老之先 他必须先对付摩西 神没有对付埃及人之先 他必须先对付摩西 灵力由求一书的著者说 人要做一件事 总是先想方法 但是 神要做一件事 乃是先找人 神没有找着人 他就没有办法 今天在教会里 有各样的方法 各样的计划和组织 但是没有人 神所注重的不是法子 他要先有人 今天人的眼光 和人的看法 是大两样的 人们以为有好方法 就可以得美满的效果 但是执行这些事的人 还是一样的 他们永远接不出好果子来 神现在不是找不到 有大财的人 神是找不到 能给他使用的人 摩西生出来才三个月 就给人投在水里 后来被法老的女儿 把他从水里拉上来 收留养育他为儿子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摩西 摩西的意思 就是从水里拉上来 摩西是以色列百姓中 第一个被拉出来的 后来才有许多百姓 跟着他被拉出来 神在旷野里 先对付了摩西 然后摩西才能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旷野里受神的对付 我们若不得拯救 就不能盼望别人得拯救 我们若不能看见异象 就不能盼望 别人能看见神的道路 我们若不走在旗上 就没有人要走在旗上 神今天只盼望 我们先受他的对付 神若不能得着 我们中间几个人 我们就不能盼望得着别人 神起初只得几个人 他就有办法叫福音 只经二三十年 就传遍了全罗马的世界 许多地方的教会 就被建立起来了 神只得着保罗一人 就能使福音 传遍当时罗马的天下 使许多人接纳相信福音 如果我们现在 能如当时的保罗一样 就是天下各国 福音也早被传遍了 我们无需用各种方法 来鼓吹 来宣传 来募捐 来吸引人信道 只要我们这个人 是神所能用的 就得了 神能用你吗 你工作的结果是 因神用你呢 或是因你用方法呢 神要救以色列人 他必须先得摩西 神没有得摩西 他就不能救以色列人 神没有人 就没有方法 第一个人若不被拉出来 就不能有许多人被拉出来 第一个人若不在旷野受对付 就不能有许多人到旷野去受对付 神若不先救摩西 就不能救以色列全国的百姓 今天也是这样 神若不能用你 他就没有办法 圣灵若没有充满你 你就不能叫圣灵在人里面做工 叫人得救 你也没有能力做工 神没有先得着你 他的能力 他的生命 就没有办法流出去 神唯独借着你 才能将他的丰满流出去 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人 有两件事你必须做 就是相信和顺服 神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曾立约拯救他们的子孙 现在他看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 他也听见他们苦求的声音 神即打算按他与他们所立的约来救他们 但是请记得 神要救人 必须先找到一个运河 做他和他所要救的人中间的联络 神必须先得着这个 然后才能做他所要做的 摩西就是神所用的运河 他没有使神失望 神能用它 今天有许多人叫神灰心 叫神不能用它 神现在就是四股 要找到他所需要 他所能用的人 神需要知道十字架的人 做神工作的条件 并非进过神学 信仰纯正 热心奔跑 爱人灵魂等等 乃是你这个人完全被神所得着 神需要定过十字架的男女 来传扬他儿子的十字架 保罗在灵前一 二章说 他只知道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他只知道这个 此外他不知道别的 也不传扬别的 我们不要想错了 以为保罗所注重的就是传扬 他所注意的乃是知道 他无论在家出外 自己独居 和人来往 劝人信道 对众宣传都是一样的知道十字架 他的全部生活都是在十字架底下度过的 神不需要宣讲十字架的人 神需要知道十字架的人 保罗在哥林多做工 他说他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基督和他的定十字架 他到底怎样传十字架呢 他说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研大智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 又惧怕 又甚战惊 我说的话 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叫你们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请记得 你若不是用神的大能去做工 就一点用处都没有 保罗没有用高研大智 他也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他乃是用神的大能来传道 他对他自己的态度是 又软弱 又惧怕 又甚战惊 神必须使你弃绝 你自己的智慧 聪明 才能 他才能用你 神今天所寻找 注意的是 不自信 不自视 不自用的人 神能够找到这样的人 他就用他 不自视到什么程度 神就用他到什么程度 许多人以为我 只要有信仰纯正的道理 明白圣经的亮光就够了 但我告诉你 圣灵能够借以做工的 乃是完全在神手里的人 这样的人是运河 圣灵要借着他流出生命能力来 摩西怎样必须先精神对付过 你我也是一样的 必须先精神对付过 神若没有对付摩西 就没有法子对付以色列百姓 神没有对付过摩西 就没有法子对付法老和埃及人 神没有对付过我们 他就不能对付邪灵魔鬼 他也不能对付世人了 哦 弟兄们 到底我们已经被他给着了吗 神得了我们 才有办法来对付魔鬼 来对付世人 灵后十章六节说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 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 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保罗只好如此对哥林多信徒说 他深深知道 哥林多那一部分的人 若未对付过 他就没有法子对付那些悖逆神的人 所以他说 必须等你们顺服后 才能抓住别人来对付他们 信徒自己若未经过对付 保罗也没法对付其余的人了 神对付摩西 摩西所受的教育 我们可以从行传七章二十二节看出来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 都有才能 摩西在法老公中学进 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他有口才 有能干 说话行事 都有才能 摩西虽有这一切的学问才干 顶会办事 顶会说话 但是 这些不止不是神用他的条件 反而乃是神不能用他的原因 人所注意的是智慧和能力 神所要求的 却是愚拙愚软弱 哥林多前书说到 基督的智慧和能力 同时说到 神是拣选愚拙和软弱的 西利尼人要智慧 犹太人要神迹 就是能力的表显 但神弃绝人的智慧和人的能力 那里有智慧 那里也就有血气的能力 人的智慧和能力 只能成就人的事情 人的智慧和能力 用在神的工作上 就要把神的工作败坏了 神唯独用圣灵的大能大力 来成就他的工作 这圣灵的大能大力 是借着愚拙和软弱的人 才能彰显出来 我们如果不是在实际上 被神带领到一个地步 完全舍弃了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在神面前坐个愚拙 和软弱的人 神就不能用我们 神对付摩西血气的智慧和能力 摩西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 摩西有口才 有智慧 有能力 有学问 他以为可以出来做一点事情 他看见仇敌欺压他的弟兄 就用血气的能力把他打死 第二天 他看见两个以色列人相争 他就去劝和 他也许以为这是很容易的事 岂知他们竟不接纳他 并且提起他昨天把埃及人打死的事 摩西就逃到米店地方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摩西只知道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他还未认识自己的愚拙和软弱 神要叫他看见 靠着自己 他有的事是做不来的 他要帮助神来拯救以色列人 但是 神用不着人来帮助他 人要用血气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 永远得不着他的喜悦 许多人 神用不着他 并非他缺乏智慧和能力 乃是因为他太有智慧 太有能力了 他没有法子用你 只好把你摆在一边 冷一冷 他现在不能用你 要等到你的反火不再烧量的时候 再来用你 摩西就是用人的智慧和能力 来帮助神的人 神把他停一下子 不用他 因为数魂数情感的智慧 并容易鼓动数血气的能力 这些在神的工作之中 是没有一点地位的 摩西在旷野四十年 不止受神的磨炼 也是受神的教训 知道自己所有的一切是 何等的虚空 到这地步 他才有用 现在神也照样地 把你我摆在旷野里 来磨炼我们 教训我们 他把你摆在一边 你还不知道他的心意 一次 二次 你还不顺服他 他一次再一次地 把你摆在那里 不给你亨通的环境 总要叫你服在他大能的手下 他要看你到底肯不肯停他的旨意行 你自己的意思 必须经过对付 这是一个观 他被以色列人拒绝 是出乎神 法老讨他的命 是出乎神 他逃到孤单的旷野去 是出乎神 他几十年在旷野里和神来往 受神的教训 到了末了 他才知道自己的无用 他现在不再想用自己的才能 来救以色列人了 他不再想自己是个伟大有为的人了 他不再以为自己是灵界了不得的人了 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做什么 这就是神所要他达到的一点 承认自己无能力 后来神在和列山拆遣摩西 去救以色列人 若是在前四十年 摩西听见这话 就必定喜欢得去 他并不必要神命令他 都会自告奋勇地去 他只知道他自己所会的 并不知道他自己所不会的 现在的摩西却不然 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他也知道自己的智慧能力 不能够做什么 所以他对主说 我是什么人呢 我怎样能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呢 他现在与从前大不一样了 他从前以为当今之事舍我其水 他现在以为我是谁 他再也不自负不自信了 他以为自己是算不得什么的人 弟兄们 神要带领我们到这一地步 这是属灵的退缩 圣洁的退缩 有福的退缩 神若还没有使你从心里看见 你自己是算不得什么的一个人 就你还不是神所能用的人 摩西说 我怎样能救以色列百姓 带他们出埃及呢 他想他自己是多么微小无能 他知道自己的不能 你若没有姑娘 自己到这个地步 你就不能做神的工 摩西现在看见 这工作是大的 自己是小的 他已经学会了功课 他不敢用天然的智慧 和血气的能力了 他承认自己的软弱 不能做事 但他却不敢估量自己 所以只好问神说 我是什么人 让神替他估价 他必须被神带到这一个地步 神才能用它 承认自己无口才 现在神鼓励他 这就是我昨天所说的复活 以前的胆量 智慧 能力 都死过了 现在所有的胆量 智慧和能力 是重新从神手里接受来的 这就是复活 这四十年之久 就像亚伦的仗 在耶和华 约柜面前 过的那一夜一般 这一夜过了 就要看见 以前死过的 都要复活 在神的工作里 一切必须经过死 而后再活 才能用得着 我们看见一个少年的人 有知识 有胆量 有才干 我们就说 这人若是得救 在神的手里 真有用处 但是我告诉你 他虽然有胆量 知识 才干 但是他在神的手里 是虚空的 神用不着智慧 像他用不着 鱼桌一样 智慧的人 应当将他的智慧死过 鱼桌的人 也应当把他的鱼桌死过 一切在复活的境地上 才是神所能使用的 属天然的一切 必须死过 然后才能从神那里 得着新的 复活的 这是工作的一个大原则 若没有复活过 就不能工作 摩西经过四十年 才看见以前的一切材质 能力都是无用的 他死过了 现在神要将复活的胆量 和材质赐给他 第十二节 神应许与摩西同在 第十三节 摩西又问说 我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祖宗的神打发 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说 他叫什么名字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他现在不敢以为 自己是有知识的 是会告诉人什么的 他经过了神的对付 他没有异断 他没有理想 他不敢妄动 所以他就那样地 问耶和华 他现在学习了 我没有凭着自己讲 唯有差我来的付 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 讲什么 我所讲的话 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他现在知道了 连自己所说的话 都必定该受神的命令 多少的时候 我们的话 是没有受神约束的 特别是那些有口才的人 他们以为自己会说话 但是经过神对付的人 就知道如何在说话中受教 而不自视 后来神将他的名字 告诉了摩西 但是摩西虽然得着神 告诉他名字 他还不敢去 他恐怕以色列人 不信他的话 从前他一个人出去 敢打死埃及人 看见以色列人相打 也敢大胆劝他们 现在耶和华命他去 他就胆怯畏惧 他血气之勇 已经都退尽了 那一种凭着自己 而有的胆量 已经不复存在了 他不自信 他谦卑 他的谦卑 几乎是到了畏缩的地步 真实的谦卑和不自信 乃是属灵的表显 他现在学会了 他知道 他在以色列人中 不能凭着自己做什么 于是 耶和华第三次鼓励他 使他能行账变蛇 水变血 手掌大麻风的神迹 叫百姓能够信他 但是摩西第四次又说 主啊 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 我本是捉口笨舌的 这里的话 与行传七章二十二节 完全相反 使徒行传说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形式都有才能 摩西这里又推诿他不能说话 是没有口才的人 所以耶和华就是亚伦做他的口 你知道 后来圣经里没有记亚伦出来 替摩西对民众说话 圣经都是记摩西 自己对百姓说话 可以呢 在许多年中 他学会了 知道神对于天然的口才 能力 智慧 一点都不用 若不是圣灵感动人 次人口才智能 天然的能力 在神的工作中 是用不着的 属灵的能力 是绝对必须的 弟兄们 你们知道 如何接受神的对付 达到一个地步 就是天然的口才都不用吗 许多巧妙的言语 含有小聪明的口气 带着清楚比方的说法 因为要使人明白 什么是主的十字架 和得胜的缘故 就宁可不说 你们曾否受了十字架的对付 对你自己的言语死呢 我们的言语 真是要显出来 到底我们是如何的人 神需要我们看见 我们的言语 虽是高言大智 但是 并非会结果的 并非属灵的 我们如果在言语上 没有让神得胜 那么 神的工作 还要受大亏 摩西在这里 有两种的推辞 一种是说 他从来不会说话 本是捉口笨舌的 还有一种是说 就是今天和神谈话以后 也是不会说话的 他在神面前 把自己抹杀的丝毫不留 他自以为在神面前 没有一件事是站得住的 他已经学会一个很深的功课 他四十年中 已经脱离了一切 数自己和数天然的 过度的退缩 不知道复活的大能 但是 只知道他自己无用 还是无用 最要紧的 就是知道神的能力 这就是复活 所以 神要叫他知道 是神造人的口 神又勉励他 但是摩西又推辞 四章十三节说 摩西说 主啊 你愿意打发谁 就打发谁去吧 神听见这话 就向摩西发怒 为什么呢 因为不自信 不自信 固然是顶要紧的 是神所宝贵的 是神要带领 我们达到的一步 但是 如果停在这里 而不知已靠神前进 这也是神所不喜欢的 许多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不要从一个极端 驱入另一个极端 如果我们有了神的应许 自我们口才之后 依然不敢前进 这也是得罪神的 我们所要防备的 就是不止谦卑 而且退缩 不止谨慎 而且未事 不止不自信 并且不信神 神使我们经过死 乃是要使我们复活 死并非目的 复活才是目的 如果我们停止在死里 而不复活 就没有什么用处 摩西不止要隐藏 并且是懒惰 他竟然以为 最好神不差派他了 弟兄们 知道自己的软弱固然是好 但如果因为自己软弱 而不相信神会使你刚强 这种的自知是有害的 过度地看自己的软弱 像过度地看自己的能力 一样地使我们不会倚靠神 许多的萎缩和退后 并不是属灵的谦卑 乃是因为回头看自己 而生畏惧和懒惰 我们要在积极方面 靠着神的大能大力 做个刚强的人 弟兄们 在属灵的工作上 顶要紧的就是这样的清楚 受神的差遣 主耶稣来到世上 也不是自己来的 圣经记着说 他乃是被差来的 是父差子来的 现在神的工作被破坏了 乃是因为太多人是自己投军来的 而不是神差遣他们来的 凡未受差遣 自己去做工的 神不喜悦 他不喜悦人妄动 妄动和悖逆 是同样的罪 命令了你不去做是罪 为命令你而去妄作也是罪 摩西不是自己要 他自己不爱去 乃是神一直命令他去 我听一位西国教士说 我们若不能为神不做工 神就不能用我们去救罪人 我们若能为神不做工 神就能用我们救人 神不是不借人去传道 就会使人得救 但是工作若不是出于神的旨意 我们就愿意停止 我们宁可不救人 我们不能妄动 我们若未得神的命令 就宁可安静不动 这个人就能被神差遣去的人 今天教会受这样的亏损 不是因为教外人反对 也不是因为有不信的破坏 乃是因为自命信仰纯正的人 未得神的差遣命令 而任意妄动 以致他们所做的 没有属灵的实际和价值 神未曾差遣我们 命令我们的工作 不过是建在沙土上 不过是镀金的 这样的工作暂时会站住 会发光闪烁 一到审判台前 就都要消灭 唯有紧紧 唯有紧紧跟随神的吩咐去做的工 才有用处 受割礼 后来摩西不再说了 但是他必须表示 是完全把属肉体的 属天然的丢弃 交于死 而后才可以去救 以色列百姓 所以我们就看见 耶和华在路上 要杀摩西 可以呢 因为摩西不在 立约的记号之下 摩西和他的儿子 还没有受割礼 这和外邦人是一样的 他过一会儿 就要动手做神的工 但是仍和未受割礼的 外邦人一般 所以神不能让他 去救以色列人 神要杀他 就是给他看见 神的工作 不是未受割礼的人 所能做的 后来他们就行割礼 这样做后 耶和华才让他开始 去救以色列人 后来以色列人 到迦南境第一站的时候 百姓也都先受割礼 这是什么意思呢 割礼的意思是什么 请看哥罗西二章十一节 你们在他里面 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基督使你们 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原文无情欲二字 只有脱去肉体的割礼 这明明告诉我们 割礼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脱去肉体 什么是肉体呢 肉体没有别的 就是生来的时候 所带来的一切天然禀赋 主告诉我们说 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 从灵生的就是灵 凡在没有重生时 所有的一切都是肉体 从圣灵重生以后 所有的才是属灵的 天然的口才 能力 智慧 聪明 善行 都是属肉体的 都是属情欲的 现在怎样做呢 我们应当借着基督的十字架 割起一切天然的特长 无论是口才 智慧 能力 都要割起 这就是哥罗西二章 所说的歌里 神的工作 乃是被神杀过的人 才可以做的 肉体的地位 在神面前 除了死之外 再没有别的地位 随从肉体的人 就是神所要杀的人 神的工作 要求人死 十字架的原则 弟兄们 你是死过的人不是 你有没有 弃绝天然的才能智慧 若是没有 你就不能做神的功 现在许多人做功 其实并不是做功 因为并不是神 在那里做功 乃是人在那里做功 并不是心造的 在那里做功 乃是就造的 在那里做功 所以圣灵并不做功 借着圣灵 给我们能力做功 乃是由灵及灵的工作 乃是从你的灵 达到别人的灵的工作 保罗传道 不肯用高言 大致来传十字架的道 为什么呢 恐怕十字架的道 落空了 因为十字架是事实 你若用知识去传 只能把十字架的理由 传开 不能把十字架的能力 和生命传开 你并没有用十字架的精神 和十字架的生活 来传十字架 你自己已不用 十字架的原则来传 所以你只能看见 十字架的理由传开了 十字架的能力 却未传开 所以十字架 必须成为一种原则 先来对付我们 弟兄们 我们到底是以什么资格 来传十字架呢 是否因我深知 圣经的道理 会解经 有口才 或是我本事 专门做传道的 所以才做这功呢 若是这样 我就为你可惜 许多教会的领袖 并非因为 他们有灵性的经历 有圣灵的能力和生命 才做教会的领袖 不过是因 他们比人更聪明 更领悟明白道理 或是比别人更有口才 就做了教会的领袖 其实许多在下面 听我们讲到的人 他们在神面前的灵性 比我们好的多都有 经历深得多也有 在属灵的事上 他们懂得更深更多呢 我在别的地方 常看见没有什么知识的老年人 旁边有少年的工人教他 其实这老年人的灵性经历 信心 祷告 都比这少年人好 但是 因为少年人有些知识 有些口才 就反在属灵的事上 教起老年人来 我们必须知道 神对付了我 自己没有 我天然的才智 曾对付过没有 神在我身上 是不是有能力的 如果你没有经过了 这更深的路程 你不过是用自己的才能 来告诉人 路是如此走的 其实你自己 还不知道怎样走 现在 瞎子领瞎子的事太多了 传道人只能传知识 却不能传生命和圣灵 这是原则上发生问题的 一粒麦子未死过 仍旧是一粒 你的聪明才智 没有死过 神用不着 属灵的事 不是智慧聪明的问题 不是头脑会思想领悟的问题 乃是灵理的精力和能力 如果信徒得救以后 对于属灵的实际 都深深地经历过 自己都实在地着了 就无需人去复兴它了 许多的人 就是借着天然的智力 到各处去领会 岂知他们自己 还需要神来领导复兴它呢 神若没有复兴他们 他们的工作是虚空的 别人得不着什么 也是虚空的 神必须把我们带领到 尽头的地方 我们必须走到 路残桥段的地步 如果都是如此 靠自己传下去 我宁愿不传道 你若如此做二三十年 将来有什么结局呢 到审判台前 你要如何呢 神愿领我们先看见 审判台前的亮光 叫我们自己说 这是不对 我不再这样做下去了 愿神给我们看见 用知识才干做工 是怎样的不对 好叫我们把一切 从就造亚当来的 都算是死过的 不再用它们 正向我们得救的时候 将一切就造的都弃绝 完全从新造的亚当 接受新的生命 弟兄们 我问你的道路和前途 是如何支配呢 你要神的能力 神的旨意来支配你呢 或是自己支配自己呢 有的人 每逢参加一次复兴会 就奋兴一时 等到复兴会完了 他的奋兴也过去了 这样的奋兴 合一于打刺激针 打过一次针 第二次费用更多的药料 就不成功 所以一次需要外面的热闹情感 来奋兴 以后第二次 若不是有口才更好 刺激更大 会使环境更热闹的人物来 他就不能奋兴 这是无用的 但愿这几天 真真有东西 叫神的这归他的名下 神若没有得着什么 神若没有得着荣耀 就什么都是空的 但愿我们被神对付过 把我们自己交给神 不叫神灰心 我们都能把神应得的归给他 愿我们专门把自己交在神手里 求神引导 如果神已经引导你了 就再不要用自己的智慧能力 要尽力弃绝这些 重新来到神面前 接受新的能力就行了 你查看到底你的道路 是否神所指定安排的 我们只要神得着荣耀 祂的旨意能够通行 我们是要神的这东西 不是要自己得着什么 人说我怎样 我可以不管 我们再不要用智慧 来支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只问我是否遵行神的旨意 祂的旨意 我遵行了没有 让我们没有自己的意思 只以神的旨意 做我们的意思 我找到我们的目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